大家好,又回到《柴有股斯文》的時間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作品 怎麼說呢? 算不算晚清? 但是又未到民國 為什麼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作品 就是周實的一篇雜說 這篇是很出面的文章 周實這個人也是被歌頌的 為什麼被歌頌呢? 因為他不幸過新的年份 剛巧就是1911年 因為他簡直是一個革命黨的人 因為他本身都是文人 他也是藍社的成員 那是否革命黨人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新海革命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軍隊起義 然後就成功成功成功了 軍政府沒有害我還是武昌的 然後就說光復了 然後就全國陸續響應 大家對新海革命最基本的 基本基本的就是這個模樣 那很不幸就是 周實在那一個地方的山陽門 那裏 都叫光復 大大聲叫光復 成功成祝 但很不幸 不是不幸的 就是想漏了一件事 可能他們都是讀書 不知道不是讀書人 很習慣 想漏了一件事 就是 你當地的那個 岩門 或者那些鄉親 是沒有那麼順滩的 即是不是說 你這班人 你走上街道 拿著 拿著 放火 你滿清收氣 不會那麼順滩的 原來 當時他們就沒有 這些之後 他們沒有收繳的 所謂的 衙門 或者所謂的 鄉親 那些 所謂的權力 或者武裝的力量 於是 當時 當時山陽樂 那個怨領 叫做 姚榮澤 於是 就 砌當你的鄉親 等等 那些 就 整死了亞洲神 這件事 周仇 就真的沒有見到 文國建立 就有很多行政 就 被人 做低了 這件事 是相當可惜的事 那為什麼 我說得這麼詳細呢 因為 他這種 心微雪雞 一來他的文人 二來他的心微雪雞 很值得歌頌 有位著名的文人 就是 劉亞子 有一篇 周烈士 這件事 就說得很詳細 這件事 大家有興趣的話 不妨去看看 好了 說回他今天 說到這篇集說 原來 跟周仁的偉人一樣 很強調 作品是要說真性情的 當時他曾經對當時的作品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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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種 所謂 講民族 或者 美美之陰 的心態 即是有那種 意見 當然他身體力強 他真的寫了一篇集說出來 這篇 真是一篇 講道理的文章 講道文章 話短也不短 也有肥亂 我們一起去看看 首先 淺草露不形寸 微風 當成波 以流 也知 不忍距去 則不知 我此草也為何語 東圓 同於你 香食 責任魂 有時一醉又鑽 便欲 和意縮其下 則不知 愛此花 也為何語 一開始 他就說了 去錄 打了個比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我之前講過幾集的詩文 很多時候講道理的那些 直至打個 索性的東西出來 打個比喻 通常都會避免很好的文章 因為 就算今天大家 原來白話文 寫文章 講哲學 或者什麼 如果喜歡看的 會落刺不疲 但是 你不喜歡看的話 那些文字是有場有場 正如和喜歡法律的人一樣 他不介意文字有場有場 但是我們一般的人 往往就喜歡打比喻 所以 包括這個 都是 一開始 索性和你打個比喻 就是說什麼呢 什麼比喻呢 踩 踩花 踩草 大家 即使走到公園 即使他沒有說 不准踩入的地方 你都很自然會 無法刷入土地 正如 以前 噢 糟了 以前 你去彭福公園 小羊摘草 你要任你 跑 任你 等等 對不對 你會很合 你會很 這些是常見的行為 其實 對不對 我想 就算不說彭福公園 就是大家 小時候 或者大人 去旅行 你都常常踩到沙 踩到草 對不對 你踩了就沒有了 但是 當然 人工養殖 彭福公園 人工養殖 那些 手踩完一會 又種過 這個是很常見的現象 但是 在質疾那裏 另外有一個 再講深一層 其實是有另外的那個 意思 那就繼續看 虽然 不常見世之外草者 往往 踏之以足 愛花者 往往 截之以爪 扶之以踏之 要自豪之游論之章 無童 是諸愛之初心 渠不大相悔謀哉 哉 踏之折折者之心 故以為不知 踏之折之 正不所以愛之 而不意其 折之 踏之之時 以刁文 愛之之心 難願不切也 出字幕的時候 或者不妨留意 我特地會刻一些顏色 因為不然 你聽起來 你會覺得 嘩 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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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細心一點 認真留意 就會走 都不難明白 那個 截之 截之 那個 意思 當然 如果 可以嘗試 截之 加個引號 疊之 又另外加個引號 這樣看 就會容易 容易得多 當然 那個意思 首先 是 例如 拔了一朵花 送給人 很多時候 電影、電視 舊橋段都會這樣 想送給女生 不買一束花 就拔了一朵花 又或者一朵花 找出來 插在頭上 更美 更美 所謂愛之 即是這個意思 但是 這些全部都是 所謂 一時愉快 對不對 現實上 是不是真的愛惜那個蜜 當然 今天我們眼光來講 知道說不是 正如我們說 我們很喜歡狗 買隻狗回來養 我們是不是愛那個狗 其實是不是 愛那個狗 原來 在今時今日看 就不是 當時 周常都會留意到 就是 你拔了一朵花 這些 你不是真的愛那個花 其實是愛你自己 所以你拔了一朵花 你貪他的花 你拔了一朵花 所以就覺得 這種心態 套在現實上 你現實上 政府有沒有說 愛民為止 而愛服務市民 原來 其實是兩馬子的事 周常來說 是兩馬子的事 實際是你愛自己的 我們繼續 就知道了 無縱於是得一解言 方愛之之心之錯物 天性之流露於莫之其言 而言者 則及其答之折之 則不免 濟人以仁慾之師 而言者 才說實際愛自己 就是人欲之師 扶自私者 未有能愛蜜者也 這裡就回覆 剛才不前講的道理 大家更加不明白了 雖間有茅似愛蜜之傾 而非真聞愛蜜 特異蜜足弓一己之愚花耳 搭草折花者 非此類異何 讀到這裏 又會想起一個詞語 打蜜愛也 以前都說打蜜愛也 當然 又是這句 或者在現實 大家知道 拼命打你 一定是虐待的 正如你老公或者你老婆 又說你沒用 這是一種語言的暴力 是不是真的愛你 不是的 可能心裡早已恨了你 十年八載 當然 這些情況 而今時今日的認知 是一定例外的 SM就是一定例外 好 去到最後 以天下之真能愛蜜者 只不識以身鬆蜜 試問答草之花者 能以身鬆花草 也否也 不能以分生花草 而逃疾號花草 又論花草 以其人早入乎 愛之分際 而留於眾欲 自故善用其愛者 能保住天性 而確充之 而天下文物 無不在文 無不在鮑魚之中 不善用其愛者 誰下小其天性 而長賊之 後世戰爭 度舍之分文 囚非欲 霍取天下之文物 以快己 思者苦 答草之花 其小言 者有 無不不義氣 剛才講到的道理 這裡是個總結 真是按那個蜜 真是按花 你應該不識以身鬆蜜 即是蜜周神的觀禮 以身鬆蜜 即是你能夠為對花而死 你真是愛太陽 應該是太陽而死 你真是愛毛主席 你真是愛毛主席 你真是愛毛主席而死 所謂愛紅太陽而死 這句我只是說 所以 回應到第一段說話 你採花 蜜仔花 那是不是就是 外採花 外採草 那土面 當然 不是啦 這種是一種 所謂殘害摧殘 所謂長賊 你真是 依殘害的行為 同兩道理 即是說愛文如子 結果大興討木起長城 大功成 農民相財 這些 往往都會被人說 千古古君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呢 當然 在周神這裡來講 他講這麼大的比喻 他想講的意思就是 戰爭 就是一種 所謂 盜竊的行為 其實是 殘問 益自己的 這就是周神的 觀念 當然 套用今時今日 可能也是的 例如 你 俄羅斯 去打烏克拿 是不是真的 因為 可能是相同的民族 或者等等 其實不一定的 可能是 滿足普京自己 個人之肉 如果是 用今時今日的 這個比喻 講到這麼久 你看到很多時候 比喻 又套用回 我講回今天的比喻 可想言之 這篇文 真的我 吸引到大家 因為他的比喻 是相當 一流 簡單直接 就是平日的該例子 踩草蜂花 已經套用到 今天是這樣的環境 今天竟然是 俄羅斯 要打烏克拿 可能捕捉普京 一人之肉的意 就是可以發生這種事 當然 以前 周神之前 有沒有發生過這件事 其實肯定有 只不過 很明顯 周神在這篇文章 講的 就是 警戒後人 所以說明 後世之現真 說明 就是 警戒後人 而這個例子 整個比喻 例子 又是層次 很分明 所以 我自己讀完 我都發覺 越講越強烈 能夠這樣吸引力 這篇文作品 當然是加著 如果 剛才說到 真的能夠換醒民眾 每個人都懂得這樣想 我更加理想 所以 很有針對性 二小見大 那這篇文呢 就是 分享的地方 就是這裏 那下次 繼續和大家 齊塘古斯文 下次見 拜拜 下次見 下次見